第七场的时间,4班跑1200米 今场首选我选择了2号的稳定高峰 这次重戴眼罩 以往这匹马,最近两次赢马 时间都有这个配备 上次跑了3班,除了眼罩 是不是想存起新鲜感呢? 我马上带大家看看上一场这一批的 文顶高峰的赛事片段 总场次144,排在12档起步 没有眼罩,不知道是不是有新鲜感 起步就最快 会不会撒起来呢?不会啊 那边有一只美丽掌声赞助杯赛赛日 结果就不放头了,就流口了 进直路的时间,在前面有个好斗芯 刚刚在泥地里面上名 另外在后面那只是文顶高峰 留在尾道,前面美丽掌声操控了步速 结果更加难追,文顶高峰不是这样跑的马 回到里面当然不入镜 但最后两段做出的时间 不让这只好斗芯 兼这只4号的老实人差 其实顺势都已经收工了 休息20多天下班 一番眼罩,排好档位 用较熟手的角栏 我相信也有可博之道 纵使杯数可能比较冷一点 但是因为同场的开心人生 过来谷草是有个憧憬的 所以文顶高峰是比较老的马 可能就没有了叫飞的能力了 所以拼一拼他在内档之下 选拼金场是出棘的 骑令近期合作好好的何宅堯和吕建威 频频赢马 开心人生 今季潘顿莫雷拉都试好杂的了 两货都是谷杂 之前这只开心人生也是报名的 做后备仪谷草千二买来的 似乎所有一切的部署 都是一心安排过来跑谷草的赛事的 当然你也要考考他出棘 因为他是热门来的 你要担心这些东西 而最近这一货集 雷晨和他试 起步也算不太慢 直到二轮去内档狠坠 上季这匹马在田草 同着天生一对大荣来 超能量 发财宝 二郎那些马跑呢 在级数上一定是超这一组的了 现在你是考验他出发谷草和起步 所以他放在第二选 因为他一定是热门 就一定是高峰的 另外愚真愚假 如果荒真的全手动的话 这只都不要小看他 上次试试用流后的方法 脱眼罩 结果效果不算太好 回来了 都叫做较多的上鸣路程 即是谷草千二 上季和毛家宝在这个路程串桥 跑回当时的水准 似乎在这儿差值都可以 今季 阿芳 季初的时间 初榜你带的马 都不错的 有起劲区 都有个表现的 起胜区 所以这只鱼真鱼甲 配过里面 我觉得包回他 而另外 来际有四班千二五步 特意走过来 谷草威风进马 我觉得部署都可能是 不知是否想 拿一些赔率呢 这款马上11月20号 曾经都播谷草后备一 他有保护权 不报跑 这个里面的泥地赛 换了一些赔率 如果中后段场战有得盖 这一只 可能林场会提高一点 林场会再执生 另外 如果真是好理前置的 红王 我觉得这只马上 将后都越来越放松淡定 如果巴道操控得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都是变线马来的 大致上第七场 那个范围是这几匹 波仔选了二号的 稳定高峰 三号开心人生 四号如真如假 和十一号的威风进马